該怎麼提升技能等級呢,那這邊分享三種方法給各位玩家 第一種帶出去戰鬥,累積戰鬥回合 右下角打開,可以看到說我的經驗值累積到100%的時候 我就會提高技能的等級 這是第一種,就是大家最傳統的練技方式,就是打關卡 方法二,我們也可以吃一些特別的卡片,來快速的提高技能等級 那這邊大家常說的小鳥,就是這一張人面雛鳥 然後可以看到最下面他說,他吃的話可以幫卡片增加200回合的技能經驗這樣子 然後這邊跟大家說,你吃一隻會到技五,你吃五隻會直接到技能等級期 然後看他,他剛剛是技能等級一,然後吃完五隻的話,他會成功跳到技能等級期 對,然後技能等級期之後,再吃雛鳥,就有點不划算 那之後要怎麼吃呢,再來就是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吃大鳥,更快,一種是吃相同技能的卡片 然後右上角,有個問號,按下去之後,其實他都會跟玩家講說 有哪一些卡片的技能跟這張是一樣的,他這邊都有講 右上角的篩選,有相同技能 然後他也會跟玩家提供說,哪一些的卡片技能是一樣的 然後我這邊吃五隻,最少會跳技能等級1 喔,跳到技能等級8,最少一定會跳1技 人面怪鳥,簡稱大鳥,他跟剛剛的小鳥 固定200回合數不一樣,他是必定提高一個技能等級 所以如果當我吃掉人面怪鳥的時候,我剛剛的技能等級8 一定會提高到技能等級9 然後這只是示範影片,然後並不要這樣吃 因為其實我這樣只是拿小怪示範給大家看 然後人面怪鳥,真正要吃是吃你喜歡的卡片比較好 然後推薦的技能等級是,等技能等級9以上,10以上 再吃會比較划算 方法3,我們神魔之塔合作的卡片,以及一些獨立的卡夾 有些特別的練技小怪,然後提供的技能經驗會更多 這邊看到竹龍,他是我們八仙的練技小怪 如果我們八仙的卡片吃竹龍的話,他會提供600的戰鬥回合數 斯芬克斯,他一樣是提供了600戰鬥回合數 但是他包含的系列比較多 然後如果是非這些系列的話,就是提供50的回合數 他一隻的話是提供600個戰鬥回合數 所以這邊幫大家簡單的算一下 你從一張技能等級1開始吃的話 你只需要吃24張就可以到技能12